大家好我是小生 现在大家看到了我手上拿了两个电源呢 应该都知道这是由广州金生羊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开关电源 前面呢也有很多视频给大家分享过 这款金生羊的开关电源呢 不管是从性能还是用料方面的都是十分出色 那么关于金生羊开关电源的性能方面呢 之前也做过很多的测试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开关电源上面这一些元器件的选材以用料 而在这些元器件当中 我今天打算着重的来介绍一下这些开关变压器 因为厂家介绍到他们这个开关变压器的并不是在外采购 而是由他们自研的自动化设备呢进行统一生产的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提高产品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我们以另外一个电源为例 我们可以看他这个开关变压器的绕线 以及这个里面的打胶都是通过自动化设备进行的 为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开关变压器的生产供应 我打算到他们的车间里去参观一下 现在呢我已经到了这个车间的门口 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 所有进入车间的人员都需要更换专门的防径电服和帽子 放好服装后 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了ACDC变压器车间 首先看到是车间内多条自动化生产线 大家有没有发现 虽然工厂的生产线很多 但大家看到的生产工人并不多 这正说明了这个车间实现了高自动化的生产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发现全部是生产变压器的自动化设备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卷一卷的是绕制变压器的主要材料 七包线 各种各样的七包线都有序的摆放在这里 我们再来看这边的绕制区 七包线摆放在这个专门的架子上面 需要绕制的七包线会穿过顶上的这一个预警装置 大家别小看这个预警装置 它是有学问的 它不仅可以给绕制的七包线提供的张景作用 还可以准确剪出在绕制过程中有可能出现 七包线断线的情况 我们还发现不仅它的生产设备是高自动化 它的一些工具以及物料也是采用这种高自动化的小车 进行运输 这个小车会来回的在轨道上运行 而且能够主动避让 这边还可以看到带有这种预警装置的支架 再往这边来可以看到一排自动化设备 据介绍这边的设备是专门绕制那种超小的磁环 据说能绕制的最小磁环的内径是3毫米 这有点不可思议 我们再从这边开始看一下自动绕线机是怎样工作的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机器 它不仅可以自动绕线 还可以剪线 以及自动缠绕这种高温胶带 这个机器一次性可以绕制六个骨架 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六个骨架是同时绕制的 而且可以缠绕这个高温胶带 绕制好的骨架通过传送带集中在这个盒子里面 然后进入到下一步的生产领域 我们现在看到这台设备的作用 它是把变压器的这个细胞线进行除漆以便移焊接 它是通过激光除漆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不损坏这个铜线 这边是骨架的净尿口 铜线上的绝缘漆去除之后 现在就可以进行进锡作业 这台设备的机械手可以一次抓取多个变压器进行进锡作业 为了保证产品的可靠性 每次进锡是两次 进锡好的骨架到了这个设备上面进行这个磁心的安装 这也是全自动化的作业 安装好磁心的变压器再送到这个设备进行点胶作业 点胶的作用是使这个变压器更加的抗震动 最终使用这个变压器生产出来的电源更加可靠 点完胶的变压器再送到这里进繁利水 也就是绝缘漆 值得一说的是 变压器是在真空条件下进繁利水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 让变压器内部有可能产生的气泡在真空环境下消失 使繁利水充分的进入变压器内部 从而使产品达到高绝缘性和高耐压高隔离 近期完成后会根据产品不同的需求 进行长达两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烘干处理 这就是变压器一个完整的生产工艺 最后还给大家分享几个工厂的其他自动化设备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见这么小的磁环 也可以通过自动化设备进行绕线 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震撼 感谢观看